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变化以及人体健康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大的影响 因此它的研究力量也是非常的正大的 那以气氧胶类似的就是说VOC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性能的化合物 那么有大约超过300多种的VOC的化合物 那么地质呢 它的浓度是要低的 它呢是从PPP到PPP级 那么在美国呢 是有很多种的VOC被列入光化学监测体系 那么在欧洲呢 那是有超过30种的VOC被列入那个监测体系 那么它也是对说环境啊气候还有人气健康呢 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全种的气氧胶的分析方法呢 包括呢就是说它的总体颗粒物分析 以及单颗粒物分析 那么对于总体颗粒物分析呢 它是只是一个平均性质 不能够获得一个利益的分析情况 那么对于单颗粒是能够的一些检测手段 也比如说像棉变镜 还有注射电镜这些手段呢 它的呢因为是 平均性能够特别有大小 但是呢 这些因为它是分析速度特别慢 所以说呢如果想获得品质性质呢 是非常快难的 那不管是整体颗粒物分析手段 它还是单颗粒物分析手段 都存在着裁量时间长 让品质力挥发 并且呢有一些人力干扰在里面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来了 很希望你有一种 非常理想的气氧胶的分析方法 那么这能够实现单颗粒的分析 并且呢还是已经能够实时再现了 它的质量分析力呢 还是就比较高的 而且呢 我不仅希望能够获得利益提示 也重新能够获得的 这种存起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 就是要介绍了我们 公司研发的一款仪器的话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单颗粒是一种再现这款仪器 那么它具备了快速直接检测 并且呢是单颗粒物检测的一个工具 那么同时能够对色略物的大小化学成分 进行同时检测 而且呢能够实现化学成分的 是气氏离子重新检测的 至于传统的VOC检测 具体呢有GCMAS 还有就是复利液变化和外公这些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 为VOC的检测呢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它们的作用是很好的 但是呢 对于VOC的检测来说实际上还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 跟气氧标检测一样 我们也希望能有一种技术呢 能够快速实实在现 那么最好呢 它能够实现可疑论或者是面试 那么这对于应急的检测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硬 那么目前国际上有很多的研发机构 包括一些东西呢 都被气氧标准的技术进行一个研究 那么有那个美国的AMS 这个美国的Lzai公司呢 他们生产的AMS 还有天材公司生产的3800 那么它有这点质疑性实现了一个商品化 但是呢 目前3800是已经退出了市场 在市亚VOC仪式呢 也是有很多的研发机构 和公司在研发 那么大家目前比较认可呢 还是应付创的一个在市场的一个仪式 那么我们根据就是说 在市亚VOC仪式的一个被市场的迫切需求 我们的公司呢 是研发呢 研发仪式 第一盘呢 就是根据于克力5分式的 我们简称为FPM 那么另一盘呢 就是根据VOC仪式的 这个我们是FPMAS 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这三颗粒性交非常简单 我觉得它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主要是四个个主层 第一部分呢 就是它的和制标系统 那第二个主层部分呢 采取出了另一盘系统 然后呢 是解释定义系统 那么最后加了一股检测系统 对于FPMAS来说呢 我们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呢 主要是存在了就是三个主要的知识挑战 那么首先呢 一个就是说 如何实现科力5的聚焦过程 那么我们呢 是通过了空气正硬的促进 实现了它的一个聚焦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怎么来去实现科力5的大小 就是它的位置的一个检测 就是呢 如何使它的科力5的进行电力 那么我们是通过就是 实现是通过两树一致 一致一定距离的那个激光 那么使它来取得了科力5的大小 那么其次呢 然后再通过一次电力激光 对科力5的进行电力 或者它的就是 它的电力激光 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说 如何实现重续离子同时颜色 那么我们和这一公司呢 是从2006年开始研发 那么一直到2009年呢 我们是全部攻克了 就是上面的一切的一切难关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实现了产品的量级 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 呃 产品是 就有投入到了 就是说 广州市 呃 是广州市的环境盖测的 去环境盖测当中 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产品的外观 进行了一个进行 那么前进行 我主要是介绍了 SPI Mark 它的研制过程 那么大家可能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那么这个SPI Mark 它主要能够干什么呢 那么首先呢 SPI Mark 可以实现三颗粒 力量 以及频繁检测 那么这一张图呢 是一张非常简直的 元素碳的指数 这个三颗粒粒呢 它的力量大小 是0.25微粒 那么从它的指数 到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非常明显的 看的 就是韩汉的一个盘处 好 那么这张图呢 是 呃 非常简直的重低 是颗粒的 呃 它的力量大小呢 是0.79微粒 那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非常看到 明显的韩山的信号 那么除了韩山信号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呃 韩清呢 韩血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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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那么它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 成分和力量的相关性分析 那么这张图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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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粒的分类 并且鉴定科粒的分类与粒菌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边我以环境领域为例 向大家鼓励说明一下 我们在环境领域中 让大家比较关注的什么类类的 比如说矿蟬 海银 生物的燃烧器笔胶 以及OCEC S 笔胶等 那么这些类别呢 我都可以跟它的特征工去制定这个分类 那么进行分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建议起来每一种类类和它的类类相关的相关性 就有 比如大家都要熟识的 比如说OCEC S 笔胶 这些与灰埋 大家比如说目前 大家不要感兴趣的一个 就是说 气候现象 就是灰埋身杂 那么这些物质 比如说OCEC S 笔胶 与灰埋的实生基地是 当时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们的组成和核酸基地相关性 这些物质 灰埋的执行机制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么对于矿泉气氛 这样的 我们在研究 沙塵暴有兴趣执行机制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 那么第四个功能呢 是可以进行科力物的原解析 那么我们首先是讲科力物进行分类 那么在科力物的分类的情况 再结合时间变化趋势 并且呢 结合当地的气象槽点 我们就可以分析 这是科力物的来源 第五个功能是可以捐写化学成分之间的相关性 那我这张图呢 是三种重金属 清 清 清 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从这二区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种重金属 它们的素能度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也进一步的去分析了它们的相关性 那么从相关性它的达情方来看的 它们相关性也是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第六个功能呢 是可以进行序能教素能度 它的一个变化趋势分析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素能度为时间的一个变化趋势 那么可以判断出来 这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 突然出现突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这个变化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 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实料是是里面的一个素能度 那可能也会有人问 那这个素能度跟定量之间是有没有一个关系 那么它的定量的体质是如何呢 所以说呢 我们就也进行了一些定量研究 我们讲FPM数据与AMS是进行了对比 那么三连的感动图是分别FPM 它还安分的就是它的素能度 与AMS的解量能度进行了对比 那么我们从图的这个组织图上来看的 也是可以看出来 那么两者的合比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这一个时间实际上是 时间段是非常长了 已经是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的阶段 并且呢 每一个几点就是一个小时的飞烟率 好 那么这个下面的两张图的分别是 含蕭关银和硫酸银的 就是有AMS的情况 我们一看出来也是还挺有的不错的 那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水龙性离子 那么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更厉害的 那么我们已经的可行性研究 那么我们是讲FPM的设计 与黎汉海的ICM的设计进行了对比 那么左边这样的图来说 分别就是我们韩山特立物 FPM得到一个素能的变化趋势图 与ICM得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图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趋势还是比较一致的 我们也是做了一下它在山湾生风湿 所以从山湾生风湿而看的也是比较不破的 那么下面是这个中间是泰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山湾生风湿 大家看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趋势 那么SPM和ICM还是比较比较确定的 那么从以上的数据 我们就初步得到了一个结论 我们就可以说SPM可以建立 旧能够与指标能够出现了一个某种关系 那么真的以上的风能呢 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说 它可以应用的自己领域呢 首先是一个环境监测领域 那么它可以应用于环境污染物的代线监测 包括它的污染染解析啊 以及跟它叫气溶胶在大型的混合 和展望的一个过程的研究 那么代表一些特殊的污染天气的监测 还剩建立研究 需要国防的医院的灰埋的行程进行 以及刷新过了长城坚与过程的那些变化的情况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政经的贷政经测 那另外除了环境监测这个领域之外呢 它还可以应用于气质变化 国防机会工业生产医药等领域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 我们就是尤其在环境领域的一些运营 我们是尤其是2010年开始了 就参加了全国各个城市大幅环境的深测实验 那么我们在广州地球发掘所就进行了 是从20101年的三月份一直到现在 那边是一直在进行的就是说 宝州市大幅市融洋的研究 那包括中山脚灰埋它的运气的研究 那么这边也是一直在进行了 那我们也在北京与中科院大学物理所 也进行了AMS进行了一个对比实验 那同时呢在湖南大学 我们与政府的TSI380定义也进行了一个实验对比 那我们一去在今年下面的时候呢 在南京西区丰重大学进行了维持一个月的实验 然后在目前呢 我们有台北京的环科院 包括还有在天津西藏局那边 也都是有国际的进行当地的一些监测实验 那么这里我还要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于是除了参加全国多个城市的大庆监测实验之外呢 我们去年还参加了两个比较震荡的国际性的中国 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 在2011年上海庆博会上海后续残定 大庆监测后续监测 那么另外一个是参加了广东西就是家营会的大庆监测 那么我们是在广东呢 或者江门的鹤山 进行了维持一顿热的冲序阶段监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每天扩告上传数据 那么一期的运营情况 包括数据的科学性呢 都得到了我们当时层横的一个认可 那么这边呢 翻译大庆领域的那个自己的实验 结果呢 我在这边不多多讲 大家如果改进去的话呢 可以在我联系 因为这边有关于大庆 这种环境的一些研究扩告 那包括我们已经发展了一些文章 大家都可以去在我去联系 然后去下来下来就可以 好 那么除了环境领域 我们还可以用于香烟 就是烟草领域 比如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是以国内的烟草公司进行合作 那么对它的提供的四种品牌的香烟 我们进行了一个 它的一个香烟的烟气分析 那么下面呢 这张图呢 是ABCD四种香烟 它的烟气分布情况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图法也可以看 对于说四种香烟 除了B和C它的烟气分布情况之外 那么ABCD它们之间 还是有大了一个区别 好 那么我们以为这种香烟 同种香烟呢 就是把它参成不同的烟气分析 那么这张图呢 是我们就是进行的是不同烟气分析的 我们看它的质品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在烟气大午 领域吃个微米的时候 弥补军 就是163度的地方 162 还有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弥补军的信号非常的强 那么那就是 下面呢 还有一些叉的一些弥补军 在大约领域吃 大约领域吃的时候 里上面呢 和领域吃微米的时候呢 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说 弥补军很有可能是 集中在立定要大的一个立定罐 好 那么这张图笔是 有不同立定罐的 这个图笔也是有 就是不成的 不成的立定罐 但是这个图笔 情况呢 也是有不同的差别 那么因此 我们也可以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 对生烟的 就是烟草的一个制作过程 是不是可以考虑 它先去 就是小生的立定罐 它这个那个小立定罐 那是 就是对它的一个 对人体的生产是可以降低呢 好 那么我们也同时比较了 新鲜烟齿和老化烟齿的一个区别 那么左边的单单图呢 是新鲜烟齿的制作图 右边呢 是老化烟齿的制作图 那么老化呢 是我们在经过 24小时的老化制作品的一个检测 那么从普通的 我们可以非常平衡的参与出来 在经过老化之后 副离子基本上是你流伤 所以新鲜烟齿和小三年 亚科烟齿主要是主要的离子 那么在更加新鲜的人其实呢 而主要是以新鲜烟齿它的主要离子分 并且呢 我们也幻想 在老化之后呢 有90%以上的颗粒物都含离子菌 那么因此我们就是说 大家在公共场合新鲜的话 实际上是最不仅仅是伤害的自己 那么可能是就被有20% 因为危害呢实际上是更大的 好 除了那销烟烟齿 还有领域 还有这些麻烟齿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元素是否可以检测 那么这就是一个单 也就是新的一个样品 那么我们推倒之后呢 是获得了U238 还有氧的元素的一个信号 另外呢 我们也进行了汽车轨器的检测 那么下面的图图呢 是一张非常进行的汽车轨器的一个图图 还有精神大米材料的检测 那这个图呢 是我们北京的一个研究所 也就是做的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正面由VLC检测的 我们称之为FMAR 那这个图片的原理呢 比较简单呢 是通过的巨艾甲冰飞咬蓝 是作为镜浆接口 然后呢 是用天空紫外针 它触发光 触发光紫 然后呢 是叫克力骨进行的 叫脚子都会进行电瓶 最后通过 脚子都会进行电瓶 对克力骨进行电瓶 那么它的特点是说 它是一种 因为是一种背变的仪式 因此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并且呢 不用全处理 那么由于真空紫外针呢 它是一个软件的方式 因此呢 得到的是一个 得到的大部分 就是分纸离子方式 那么 我们应该就是说 我们的仪式呢 现在是目前呢 是有人反仪式的 一种是便捷式的 那么这个对于 用级的情况 实际上是非常 这也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一台呢 是蚕式的仪式 对HPRMAC来说呢 对它最正大的功能呢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 它的稳定性如何 那么我们也对它稳定性呢 去做了一新的试验 那我们首先是用 就是30pb的一些混合标题 那进行呢 连续五个工作日的测试 你每天呢 那是指定的是 约到六个小时 这张图呢 就是转期的一个测试的结果 那从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转期的运行还是比较好的 那除了转期的运行呢 我们也进行了 长期的运行实验 我们是通过不同能够的 本期指定的一个测试 运行呢 进行22天 时间累计约五十五分 那么它从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长期的运行就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除了说 对它的性质性的测试之外 我们也对GLC的仪式呢 进行了一个可以用力的一个研究 那么我们首先是进行了 它的植物挥发性GLC的检测 那自己则明呢 分别是新鲜的马鲁虫彩组 以及地底盘上四小时之后 采集的检测 还有就是它卖确实度 通考十分钟后 我们再去采集 它的再生产出来的VOC 那么跟我们分析 我们才看出来 在不同的研究之下 它采放的VOC是不一样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对新生的 植物采放的VOC 还有经过的 人类的机会 破坏 在气候的VOC 进行一个对比 对比检测 那同的图 我们也看出来 对比 它们也就是说 在新鲜核 能破坏之后的 组组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那我们除了做了一段时间之外呢 我们还对 比如说母环境间的测架 是我们的替代呢 进行的就是 我们用VOC 我们用XMath 以及用GCMath 进行一个对比实验 GCMath 是一个商品仪式 那么从对比的说法来看呢 就讲 还有一个实验接口 还是比较一致的 好 那么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说 除了就是VOC的仪式 那么还有一些 针利科技固点的在线仪式 那么我们也希望 平衡的两台仪式 配合来进行一些应用的实验 那么我们就进行的 香烟的应用原定实验 那么下面的图呢 是这个香烟的一个 分别是VOC的一个检测 这图 还有就是用XMath 检测的颗粒物的这图 那同时我们也对 是一些稍微维持进行的同步 那分别的这两个图 分别是 先对于颗粒物的这图 和先对VOC的这图 以下呢 是我们SPRMath 分别发展的 就是发展的文章 以及SPRMath 就是发展的一章 如果大家打信息门的话呢 也可以从网上下载 也可以跟文明示 就是我可以把文章 发给大家去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的仪式呢 是从2004年 我们公司呢 从2004年 超慢时间呢 也是得到了 特别领到了关怀 那么这一张照片呢 是我们在2001年 11月份的时候 温家宝总理 在我们的公司参观室 让我们合议 如果大家感激我们的仪式感兴趣 或者对我的报告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那里面 现在是我们的仪式地区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